今年第11号轩兰诺台风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4号的上半天 外围环流将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尤其是在明后两天 也就是2日、3日 是它影响我们的程度最明显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特别是在北部地区 尤其是北部山区跟基隆北海岸地区的朋友 在明后两天会有比较明显的剧烈降雨 可能会来到豪雨的等级 提醒特别是北部山区的朋友 要留意这个雨势的状况 而同时台风也为台湾附近带来明显的风跟浪 在西半部地区也是容易受到地形的影响 而产生强风 要特别提醒在这段期间 我们呼吁大家在非必要的状况下 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我们首先先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下午2点最新的台风资讯 在今天下午2点 轩兰诺台风它的强度仍然是强烈台风 近中心附近的风速为每秒53公尺 而它的暴风半径则是有略微的扩大 从原本的220公里扩大到250公里 目前它的中心距离台湾 在大约是在台北的东南东方 约400多 约540公里的海面上 那离台湾还稍微有点距离 可是可以看到它外围的一些云系 已经离我们的海面非常的近 而台风目前进入了一个导引气流 比较不明显的区域 因此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到明天的上半天 台风将会在这个海域呈现滞流 甚至是打转的现象 到了明天下半天之后 台风开始有缓慢移动的状况 但主要是要到3号以后 受到东边的高压 它开始有导引气流可以带动台风往北移动 3号起台风才会开始逐渐有明显 往北上的一个影响 那在台风往北上的过程中 它的风力对台湾来说 都是吹比较东北到偏北风 因此这段期间我们的北台湾 会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不管是雨或是风影响的时间 都会持续蛮长的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我们从台风的预测路径来看 预期今天它会逐渐来到 它整个路径的最南边的位置 并且在这里停留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 明天下半天之后才开始逐渐往北 那预计台风在明后两天 大致上就是为在台湾的东南方海面 到后天会逐渐往北上通过台湾东方的海面 一直到4号的下半天之后才会北上逐渐离开台湾 所以在这段时间都要提醒 2日3日是它对我们风跟雨影响的程度最明显的时间 那它离我们最近的时间点 大约会是在3号到4号的上半天这个时刻 那我们从路径图上也可以看到 因为台风它现在所处的区域 其实导引气流并不明显 表示环境其实有点复杂 所以未来它北上的路径 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依目前现在的路径预估 可能会在明天的上半天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我们也不排除如果在它北上的过程中 路径再更为偏西 或者是暴风犯境再更为扩大的话 目前也不排除发布路上警报的可能性 要提醒大家多加留意后续的台风最新资讯 那也要提醒大家 像这样路径的台风 它稍微偏西或稍微偏东 对台湾风雨影响的程度会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会及时的提供给大家最新的预报资讯 那从目前的雷达回坡观测上来看 台风主要的云系大致上都还在我们东部的海面 不过受到外围环流的东北风跟地形的影响 在我们的北部地区开始有一些 比较间歇性的阵雨出现 而且整个雨势也比起早上还有昨天晚上 来得更加的明显 而同时在今天的下午 在我们的南部地区也有午后热对流发展 因此在南部的地方 也是有一些局部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那不过这里的雨今天晚上会逐渐减弱 但是北部的雨将会越来越持续 而且雨势会越来越大 要提醒大家注意 而从整个降雨预估上来看 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北台湾 降雨开始慢慢就会增加 预期整个降雨最明显的时间 就会是在2日3日也就是周五周六 受到整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北部东北部地区降雨的状况都很明显 尤其是在北部的山区跟基隆北海岸 可能会有局部好雨出现 那也要提醒因为周六已经是到了周末 可能有些朋友有安排在北部山区的活动 那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雨势的状况 那除此之外在台风的北风影响到我们的陆地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区 在山区的部分雨势在2日3日 尤其是在3号这一天 中南部山区的雨势也会有增加的趋势 所以要提醒大家明后两天都要多加的关注台风 所带来的一些风跟雨的状况